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本週全球的股市焦點就在中國 沉睡了一段時間的東方巨龍 要醒來了嗎 就在上週中國十一長假過後 本週二一開盤 互升兩大指數股市 短短三十分鐘 成交而突破了1.2兆人民幣 大約是5.5兆新台幣 接著雙雙高點震盪之後 放量在大漲 收盤的成交量超過了 3.45兆人民幣 超過了新台幣15兆 是載晃歷史天亮 這代表大家對中國的經濟信心 回來了嗎 而這些熱錢是真的來投資中國 還是投機短線割韭菜 一方面中國官方祭出了 十六年來最華麗的救世權 但另一方面依舊面臨了 史上最大的外資出走潮 到底中國習近平的救命數 能見效嗎 我們一起來深度解析 好 首先來看到近十年來 上陣指數的表現 當年從二零一五年六月 的五一六六相對高點之後 分別受到的國內政策 以及美國制裁 疫情爆發 再加上大型建商 包括了破產跟違約 指數幾乎腰斬 大概都在四千點以下 但從今年九月起 中國宣布了大規模的貨幣刺激 以及房地產支持的策略 九月底一週的漲幅 就超過了十二點八 但現在依舊只是當年高點的七成 這個熱錢湧入 九旱逢甘霖 但是外資對中國股市 依舊是看法兩極 有較好也有觀望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請教 《金周刊》主編黃偉軒 主編跟你請教 本週中國的股市成交量 創下了歷史天亮 大量的熱錢回來 代表信心回來 還只是這個跌升反彈的逃命波 這一波中國股市的大漲 以及交易量大增的原因是什麼呢 主編 是 就是這一波推動這個中國股市上漲 其實主要原因是來自九月底 這個有這個中國政府 他等於是在分別在不同的兩天 等於說推出了一個政策 那九月二 首先是九月二十四號 是由他們的這個中國央行 還有他們的一個監管總局 還有證監會是共同舉辦 記者會 那是記者會裡面 他們有是針對這個貨幣政策 他們有推出了一些相關 比如說他們有宣布說要下調 這個存款準備率 那有比如說宣布說要降低這個房貸利率 然後到統一這個 這個民眾購買這個第一間房子 跟第二間房子的這個自備款 的一個陳述了 那例如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算是引起比較多 市場關注的是說 這一次他們也推出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是讓他們的這個 中國的證券經紀 還有保險公司 他們可以透過一個所謂叫 互換便利的一個操作 將他們手上的這個股票 部位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債券 可以拿去跟這個央行 等於說做個抵押 然後從央行 換入這個比較 相對上比較高流動性的這個 政府公債 那拿到這些政府公債 他會做什麼 其實這個 在這場記者會 他們這個人行 他們的中共央行 有明確的表示說 拿到政府公債之後 這個相對上比較高流動性的資產之後 拿去變現之後 他們唯一的目的 就只能把它拿進去 拿到市場去買股票 好 不過大家知道 中國的經濟跟主流民主國家 最大的不窮 就是極權控制不完全的開放 因此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 這幾年來 中國的經濟 可以說是內外交迫 逼得現在中南海當局 不得不下猛藥 內部的危機 包括了財政收入雪崩 還有大城市的消費 現在極動 所有的圖表來看 都是一路往下 而另外來看看 在外部壓力 也就是外資對這個中國 根本沒有信心 包含外資持續的出走 像是過去一季 曾經吸引超過了 一千億美元 現在卻出現了負值 過去大量投資的台商 目前的投資額 大概只剩下過去的高峰期 不到兩成 因此接下來我們再請教主編了 九月底 那麼中國政府推出的這個政策 力道是非常猛 剛剛你講到有短期的效果 但是經濟成長放緩也是事實 接下來中國經濟 如果要從實質上再度強健 到底應該怎麼做 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又是什麼呢 是那短期來看的話 其實不少的包含 中國內部或是外部的一個專家 學者看法認為說 貨幣政策其實只是 九月底這個推出的 端出的貨幣政策 其實只是前菜 然後的影響可能只是短暫的 那後續的話 其實要真的要讓 帶動這個中國經濟的一個 算是擺脫現在的一個困境的 一個經濟低迷不振的狀態 狀況的話 再來要關注的是財產政策 因為財產政策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導致這個中國經濟 這幾年的一個低迷的一個 一個核心 其實他們的房地產的一個問題 只是不能解決 那這部分其實是 比較有要依賴這個 官方的一個財政政策的一個刺激 還有就是如何解決 他們所謂的一個保交樓的問題 因為就是保交樓的話 我們以碧桂園的這個紅旗 去年的一個數據來看的話 那光是碧桂園一家就有這個 他們的這個已經 就是預售物 我們說法叫做預售物 就是已經這個賣出去 但是還沒有蓋好的房子 這部分大概就有73萬戶 對 那這個就是光碧桂園一家 就有其實3萬戶 那可以想像這個中國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房式 這種這種類似這樣的一個 爛圍樓的情況有多少 那這部分如果一直沒有解決掉 這部分其實他就有 他們內部的學者估計 光這部分財政刺激的金額 大概就要三兆人民幣 至少三兆人民幣 好 謝謝主編的分享 以上就是本週的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